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鄰近哥庫山附近有個路口 有一座中國風格的牌樓 橫額寫著Hotong Gardens 這就是著名的河東家族的祖屋 本港進入殖民地時代的早期 華人地位可以說是十分之低微 當時的洋人經常出入的木球會門外 就寫著華人與狗不准內進 當時的法律也明文規定 半山區不准華人居住 縱使是腐甲一方邀前萬貫 亦都不可以例外 但是河東 就是第一個可以住在半山的中國人 河東的爸爸其實是外國人 但是他自己和香港社會都將他當成華人 這個另類華人享有殖民地時代的尊貴地位 而他和他的家族也都見證了香港 以至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 1842年香港開埠之後 一批想賺快錢的歐洲商家和冒險家蜂擁而至 他們在香港開路、建屋、修建碼頭 吸引了珠三角地區一帶 大批的鄉民湧來香港找機會 令香港搖身一變成為華樣匯聚的地方 但是開埠之初的香港還是十分之荒蕪 隻身離闖蕩的歐洲人 除了賺錢之外並沒有任何的消遣 基於生活苦悶 不少人都會找華人的女生來做伴侶 亦都因為這樣 彈下了一群沒有正式名份的歐亞混血兒 根據香港學者鄭宏泰和黃少倫所住的 香港大老何東這本書所說 何東的爸爸何士文是荷蘭人 來香港之後結識了來自廣東保安的私事 他們很快就共父同居 他們面對當時東西方文化差異 以及社會道德制約的壓力 不敢公開彼此的關係 只是在涉外吩咐聚居的德奇粒街 租住一間不起眼的房屋 如果從資料上看的話 你會發現何士文大概會在1839年到出生 而1859年左右 20歲左右就來到香港 而當時他做的相信就是豬仔貿易 將中國人運到救金山那邊做生意 所以你會發現他經常會離開香港 然後從香港回來 但是因為他的生意 1870年左右就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破產 所以那個情況之下 1873年他就離開了香港 回到英國 1862年的12月22日 事時為何士文生了何東 由於兩人的關係 不能夠獲得當時社會的承認 所生的子女 亦都不可以名正言順地跟爸爸的姓氏 因此何東的英文名 就變為Hotone 或者Hokai Tone 直至日後 何東名成利就之後 到歐美等地遊歷 或者接受訪問的時候 才使用Hotone Boseman這個名 公開承認和何士文家父子關係 何士文和私事的關係 在當時香港的西方人社會 亦都不是普遍接受 所以有這種關係的男方 除了私下會負擔女方 和子女的善養費之外 就不會再承擔任何責任 這一批歐亞混血兒 實際上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家 何東自小只是跟隨母親 過著中國家庭的生活 亦都自覺認為自己是屬於華人 但是洋人的面貌 令到何東對自己身世 經常是毀磨於心 除了何東之外 私事還生了一個女 以及何福、何滿、何金棠和何佳 四個兒子 何東在十歲那年 何士文就永遠離開了香港 回到歐洲 之後何東等人的生活和教育費用 都是由私事一個人來承擔 私事雖然只是一個女人 但是對子女的教育就相當重視 何東小時候就是接受傳統的私屬教育 去到十二歲 又轉到專為培訓溝通中外人才 而設的中央書院 接受西式的正規教育 正規人家、大戶人家 通常希望子女培養她 考取功名 因為只有功名才可以光宗耀做 而混血兒就沒有可能 可以讓她考取功名 而當時來講 剛剛也開了中央書院 即現在的黃隱書院 有了這個黃隱書院 就吸引很多人 歐亞混血兒去讀 因為當時的學費 基本上是很便宜的 她希望你去讀 而是讀中英文 將來可以為殖民地 做一些翻譯或者其他工作 這群被父親遺棄的歐亞混血兒 雖然處於中西社會排斥的境地 但是香港社會的洋人 要做中國人的生意 很需要一批精通英文的中國人 做代理人 這種特殊的環境 無意之間為歐亞混血兒 提供了施展所長的條件 到1878年 連方16歲的河東 以優異成績由中央書院畢業 並且那年參加了中國海關 內勤人員的考試 是應考的12人入面最年輕的一國 同時也是當時唯一能夠通過考試 並且得到取錄的人 兩年之後 河東辭了廣東海關的高薪厚職 轉頭英知龍頭大行 渣滇洋行 出任這間洋行的華人報初級助理員 主要的職責 就是協助一間洋行 處理食堂進出口的業務 河東當初入了渣滇洋行做買版 我相信和兩個女人有關 一個是她的姐姐 因為她的姐夫就是渣滇洋行的買版 只不過她的英文沒那麼好 所以後來推薦了河東進去渣滇做買版 但她當時入去的地位仍然很低 直至另一個女人 即是河東的原配夫人 希望可以為河家傳一點血脈 可惜周氏亦都一無所出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麥秀英的表妹張靜蓉 答應以平妻的身份下嫁河東 結果張靜蓉一共為河東生了三兒七女 河東作為渣滇的買版 總買版 但當時的買版 除了做買版的工作 她也有很多被撈的工作 因為她賺到錢之後 必須要把這些錢另外進行投資 其中一樣東西 她當然有自己擁有自己的船隊 因為當時是從事貿易的 另一樣東西她就做一些唐 唐的生意 因為她在唐上面 在東南亞有很大的網絡 另外一方面她就投資股票 因為河東賺到錢之後 大量買當時很多大企業的股票 其中一樣東西更加重要 就是她買地產 所以她一賺到錢 她就在香港買地 十九世紀中葉 一直自稱天朝大國的滿清 在鴉片戰爭當中不堪一擊 並且屢租到西方列強的欺貌 受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影響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中國青年改革派 發起公車上書 向當時並沒有實權的光水皇帝 提出變更舊法改制維新 得到光水皇帝的支持 但變法最終因為受到慈禧太后的阻撓而腰折 只是僅僅維持短短的一百零三日 變法失敗 滿清皇朝追殺革命黨 康有為梁啟超唯有遠走他國避難 當康有為逃亡來到香港的時候 河東雖然在中國有生意 但仍然以老朋友的身份 陪同港府官員親往迎接 康有為當時來到香港 你可以想像一個逃亡的政客 當時是很恐慌的 河東立刻在碼頭那邊接他 因為他懂得說廣東話 康有為是說廣東話的 但康有為不懂得說英文 我相信他還有一件事 他懂得說廣東話的康有為 讓康有為安心 而可以從中做一個翻譯 而河東也是英國人 信得過的人民 所以他的重要角色 就是成為他的翻譯人員 而可以站在康有為的身邊 讓他安心一點 為防清兵的追捕 港府招呼康有為 住了入去警察宿舍 河東覺得這樣招呼 有失體面 就將康有為接到西摩道 8號的洪家大宅 洪行 一盡地主之宜 除此之外 河東還冒險派人回廣東 秘密將康有為的家眷 由廣州接到澳門 再轉抵香港 和康有為團聚 新海革命推翻了門清政府 但是袁世海稱帝 將成果據為己有 各地起兵討伐 袁世海一命烏敷之後 各方的勢力互相攻擊 佔據地盤 演變成為軍閥割據 四分五裂的局面 一直關注中國命運的河東 就提出召開一個被稱為 元卓會議的國內領袖聯席會議 想借談判解決彼此分歧 盡早裁減軍旅 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 主力發展經濟 有趣的是 當蔣介石率軍北伐 剿滅軍閥 並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 河東就借錢給 鳳系軍閥張作霖 和直系軍閥宣傳方 讓他們可以整合各自的軍隊 又借錢給廣東軍閥離濟心 讓他們可以清除異己 當初河東為何要這樣做呢 和商人分散風險 分散投資很有關係 因為當年他支持康有為 康有為最後沒辦法上台 江水也沒辦法上台 而慈禧繼續執政 所以1900年當年三十多歲 他就被迫要辭去 渣顛總買板 這麽重要的職位 所以你見到他 經過這個教訓之後 他發覺可能 押在政治上 押在其中一個人 都會很大風險 在民國的時候 你見到軍閥各舉 又這麽厲害 又不知誰可以成為 最後的統治者 所以他有分散投資 這個舉動是合理的 張靜庸為何東生的十個子女入面 其中一個叫做何世禮 他是何東和張靜庸所生的幼子 十八歲的時候 何世禮決意參軍 後來更加成為國民黨的一個將軍 我相信何世禮當初選擇當兵這條路 是跟幾個原因有關 第一是可能跟他的性格 因為他本身的個性 是比較有個性之人 第二是可能跟他家庭的環境 如果他要突破他爸爸 這麽有錢的環境 他肯定是突破面很少 第三是跟他出生的生活環境很大關係 剛才說雲雪兒還是受到英國政府的歧視 平時的生活 他也是受到這些不公平的對待 所以他想突破 何世禮的從軍之路 亦不是一帆風順的 在1924年 年僅18歲的何世禮 在父母陪同之下 前往上海投考保定軍校 但不幸的是 奉直戰爭爆發 保定軍校船隻停辦 之後何世禮獲得英國皇家軍事學院的破格取錄 成為第一個進入英國軍事學校的華人 當初何世禮選擇當兵 我想反對最劇烈的 應該是她媽媽 即是張正勇 因為她是佛教徒 很虔誠 她覺得當兵無論如何都要殺身 另一件事就是 你上到戰場實在是很大的風險 所以有一段很大的 我相信有很大的母子之間的衝突 但何東呢 我相信她是相對地比較認同她這個選擇 而當兵呢 其實你要想像她這麼有錢的家族 其實不會是她做卓仔的 何東相信如果透過她的關係 希望她可以上一個高一點的層次 而當時的格局 你見到中國大陸那種 都是槍光似出政權的年代 我相信何東會看到 覺得兒子可以當兵 反而一個更重要的出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上 何東不是反對劇烈的 我相信她是她媽媽 但當理智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也知道何世禮的性格這麼固強的時候 大家最後都是接納了 何世禮即是在英國和法國 畢業回來的時間 你要了解一下當時是1928年 當時來說 蔣介石要控制了中國大部分的土地 但北方還是由張學良所控制 但問題是何東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是一般的 但跟張學良 尤其是張作霖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何東就介紹何世禮上東北 但去到東北的時候 你知道何世禮的樣子都是混血的 所以她受到當時一些軍人的歧視 所以她開頭的時候覺得很不寓意 投行自省 曾經一段時間想過要劈砲不混回香港 是受到朋友的勸助 並且跟張學良說回何東和何世禮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張學良重新了解何世禮 亦都開始提拔她 而且兩個人之間年紀又相同 對某些事件的看法亦都很相近 所以大家又造成好朋友 亦造成她的私人秘書 所以越來越受到她的重視和重用了 1937年的7月7日 盧溝橋事變之後 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從頭部隊不久的何世禮 亦都隨軍開副抗日前線衝鋒合陣 抗日戰爭爆發不久 何世禮的生母張靜雄因病去世 令到何東深受打擊 其後日軍更加全面控制香港 除了何東隻身在澳門避過一劫之外 全家都在香港經歷了痛苦的 三連零八個月淪陷期 家族物業大部分被軍政府徵用 何東的一眾妻兒或者親屬 亦都傷亡慘重 而指何世禮被炸斷了雙腳 繼指何世榮和一個女婿 因病得不到及時的醫治 而在日軍臨近投降之前失去了生命 袁佩麥秀英和另一個女婿 亦都在日漸期間過身 另外就是她的大女婿羅文錦 羅文錦因為當時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所以日軍要求她做一些公職 但是她就保持她的良知 不肯和日軍合作 但這一方面最後殖民地政府支持她 所以戰後得到重用 所以你看到整個河東家族 在整個戰爭裏面 無論是一些財產有損失 親人入面的死傷都很大的一個損失 抗戰期間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 美國的史迪威將軍和蔣介石不枉 1944年 美方派魏德賣將軍接替史迪威 蔣介石就派何世禮作為魏德賣的助手 兩人在提升國軍訓練 後勤和裝備上做了大量工作 內戰結束的時候 國民黨撤去台灣 何世禮新任退守軍的補給司令 跟隨蔣介石退到台灣 第二年她獲晉升為國防部的常務次長 其後又獲蔣介石委任為駐日本軍事代表團的團長 當時來講台灣的地位都是屬於未肯定的 美國都是視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而蔣介石一直都希望可以馬阿瑟去訪問台灣 因為這樣就可以強調他的地位 強調他的身份 但馬阿瑟一直都沒有這樣做 直至到何世禮中間出現一些滑船 而安排到馬阿瑟可以訪問台灣 而馬阿瑟當年去訪問台灣 是未得到美國杜魯夢總統的批准 所以這舉動令台灣的地位突然確定下來了 而且在整個國際外交上有很大的衝擊 1956年 享年95歲的何東在香港過身 而何世禮也在1998年在香港逝世 享年92歲 雖然何家的兩個舉足輕重人物都已經去世 但是作為歐亞混血兒的後代 何家的子孫依然以華人身份自居 好像何世禮的長子何鴻毅成立了何鴻毅家族基金 其中一個重要的宗旨 就是保存和復興中國的傳統藝術以及文化遺產 何東的長孫何鴻章 是著名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 他為促進中外經濟和文化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 何東的侄何鴻鑫 近年就戚具之投得圓明院的諸首和馬首同將回贈國家 更加贏得國人稱重 明媳婦和睫毛 在諸首和大街上 霍英东有爱国商人的称号 他是原籍广东潘于蓝沙的水上人 一生都推动中国和香港的体育事业 更加义无反顾地建设家乡 曾经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第一个香港人 跻身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级别 他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下一集香港百人会详细探讨